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中國南方洪災形勢愈加嚴峻 由於連日來的暴雨不斷 再加上三峽水庫泄洪 長江從洞庭湖口的湖北監利 到出海口的上海沿岸水位全部超過警戒線 7月8日上午 長江武漢斷水位 已經接近江灘黃花雞閘口小涼亭的頂部 武漢關口最高處的停車平臺也被淹沒 湖南省岳陽市當天的積水量 則達到該市1952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點 位於波陽湖口的江西九江 水位已超過警戒線約1米 據視頻顯示 九江城中洪水在道路上奔騰 路人被激流沖走 波陽湖更是洪水滔滔 岸邊的房屋傾倒 另外 浙江省乾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水庫 也九孔全開洩洪 導致下游汪洋一片 暴雨還導致不少地區出現山體滑坡 8日凌晨4點 黃梅縣大河鎮圓山村 三組五戶人家的房子全部被沖垮 九口人被埋 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3歲 而貴州省甘龍鎮石板村8日凌晨也發生了山體滑坡 至少有133戶人家507人受災 多人失蹤 據《大紀元》報導 當地村民說 石板村整個村子幾乎都被泥石流淹沒 有不少人被大水沖走 當地政府的救援人員在災難發生後 5、6個小時之後才到達現場 據說 距離石板村4、5公里的甘龍鎮 附近有一座名叫風洞嶺的山 目前山體也已經裂開 隨時可能出現山體滑坡 村民說 目前石板村已經被政府管制 不准村民進去 也不准拍照 也不允許村民對外透露傷亡的情況 好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時事禁聞 港版國安法生效後 中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也隨即成立 加上日前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 公布的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賦予香港警方前所未見的特殊權力 執行所謂的國安工作 外界認為呢 中共已經開始 把在大陸實行的那套維穩模式移植到了香港 7月8號 在中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揭幕儀式的現場 香港警方在周邊架設大型水馬鎮 戒備森嚴 如臨大敵 多數媒體被遠遠隔在湖南外的記者區 無法直接採訪 記者會上 包括中聯辦主任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 國安公署署長鄭彥雄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都發表了講話 他們強調 駐港國安公署 是所謂的香港安全的使者 根據港區國安法 駐港國安公署是負責收集分析國安情報 並監督、指導、協調和支持港府 維護國安的機構 中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主要關鍵人物 署長主委鄭彥雄 就是當年烏侃事件的主政官員 時任擅委市委書記的他 以鎮壓當地民眾的強硬手段出名 副署長李江周 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 畢業於中國公安大學偵察系 曾任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強行通過的《港版國安法》 就是把在中國大陸實行的那套維穩模式移植到香港 自由人權保障以及相對獨立的司法 而它的這個獨立的司法 在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時候 就意味著完全終止了 按港區國安法規定 香港必須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負責香港維安事務 直接聽命於北京 委員會不受任何組織或個人干涉 工作信息不予公開 所做的決定不需要司法復合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擔任委員會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不僅如此 港府國安委員會 還推出了《國安法》執法細則 賦予香港警方前所未見的特殊權力 來執行國安工作 包括不需要法官的同意 就可以監聽人民 沒收財產 網絡監控 抓捕公民等七大特權 根據《國安法》提供國安法規定 各個地方稍稍加了一些調整和改變而已 甚至有一些國安法的條款 它比大陸的還要更加的毒辣 林鄭月娥對外解釋 制定這些細則是為了盡力保障人權 只要不違法 就不用擔心 林鄭的說辭可以說 它就是一種欺騙 是一種赤裸裸的欺騙 所有這些條款的最終的解釋權 它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中 它是掌握在中共的全國人大的手中 林鄭月娥的這個表態是非常無恥的 那麼她自己很清楚 中共通過《香港國安法》 也就意味著香港已經完全被控制在 中共勢力的範圍這個架構當中了 而所謂的這種法律 是由中共來定立 執行 監督 核准 它的每一層以及它的最高權力機構 都是在中共暴政的這個集團手中 所以什麼叫做違法 是由中共說了算 根據港區國安法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會就港區安全事宜提供意見 並列席港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雖然會議主席是特首林鄭月娥 但最後還是得聽顧問駱惠寧的意見 網友說 香港居民只有750多萬人 為什麼國安法一出臺 只要能走的能爬的都要移民跑路 百思不得其解 有網友說 沒有香港人的香港 只剩下貪污、弄權、潛規則就不是香港 保障可言 所以他們怎麼可能會不擔心呢 評論認為 中共把保障自己政權的安全 建立在了香港人民不安全的基礎之上 今年是709抓捕維權律師事件五週年 事件的第一手資料陸續被公開 使外界得以愧見中共對維權律師的迫害真相 由於港版國安法的實施 香港律師擔心他們也可能會面臨類似的處境 2015年7月9號開始 中國公安當局在23個省份 對大陸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 展開大規模抓捕和騷擾 事件涉及人數高達300多人 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 這就是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709事件 在709五週年前夕 美國美利堅大學訪問學者 中國維權律師陳建剛 公布了維權律師謝陽在709案中的筆錄 這些第一手資料披露了謝陽在看守所 遭到毆打、脅迫和抹黑等細節 陳建剛律師回顧 在709案中被長期關押過的這些律師 據他瞭解 沒有遺利 沒有遭受過虐待或者是酷刑 如果強迫一個人在一天當中十幾個小時以上 以一個姿態端坐 這就是一種酷刑的字幕 而且有好多人 你比如像李和平 李春富 謝懿 王全璋等人 一天被強迫站立十幾個小時 這是非常殘酷的酷刑了 陳建剛律師表示 還將公布其他資料 同時其他律師也會陸續寫一些文章公開 陳建剛律師表示 還將公布其他資料 709事件對中國法治史 對於中國司法來說是一個大事 公布事件的真相 有助於人們認識中共本質 709事件過去了5年 大部分當時被抓的人陸續獲釋 但是 維權律師謝楊表示 5年只是一個時間概念 中共對維權律師的打擊 並沒有隨著709的過去而結束 陳家宏律師和秦永佩律師 都已經被以所謂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抓捕 此外 曾協助709律师维权的北京律师于文生 6月传出被秘密判刑4年 从去年末开始 中国公安又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 拘留或传讯了十几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 是709之后对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打压 为纪念709事件5周年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7月7号晚也举行了全球网络纪念活动 邀请国际学者、律师以及社运人士与中国人权律师 共同讨论中共肺炎疫情与中国维权运动的前景等议题 由于中共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并已经开始实施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 香港的人权律师以及很多从政的律师 都感到他们现在的处境 与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接近 在中共暴政之下 709事的全方位打压会不断的发生 而港版709事件也可能在不久将来出现 中共操纵英国精英支持华为 情报机构点名5人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山东维权律师刘淑庆 7月8号被林一市国保警察 传唤到济南大明湖派出所 林一国保指控他涉嫌山洞颠覆国家政权罪 具体事由据说与去年12月26号 厦门意义人士聚会案有关 询问持续三个小时 后因刘淑庆身体不好中断 隔天还会继续 辽宁省营口村民郭玉燕 因房屋搬迁问题 位于开发商达成协议 遭对方报复大伤 歹徒至今逍遥法外 而郭玉燕上访15年 不仅没有得到补偿 还遭反复拘留 关黑监狱 劳教和判刑 7月6号 他将自己的冤情 发布到网上 希望外界关注 湖北省监利县访民 李树南、陈承香夫妻二人 因长期维权被控寻衅滋事罪 案件7月3号 在监利县检察院视频开庭 检察官声称 李树南、陈承香 扰乱公共秩序和敲诈勒索 建议对他们判刑2到3年 大陆维权人士江嘉文因接受媒体采访 和在网上发表言论 2018年被判刑 今年3月20号刑满出狱 之后在北京和辽宁丹东 先后被隔离4次 7月7号第4次隔离期满 但是他当天发出一条消息之后 就再次与外界失联 据英国媒体近期的报道称 英国政府收到情报部门 有关华为的最新风险评估报告 很可能会促使首相约翰逊 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 据另一份情报则指控 中共正在暗中拉拢收买英国的上层人士 来支持华为 明日邮报7月6号报道 由英国秘密情报局前情报人员斯蒂尔 和前外交官阿瑟·斯内尔 共同撰写的一份题为 《中国的精英捕获》报告中 列出了多位英国高层精英的名字 其中包括伦敦郡长肯尼斯·奥利萨爵士 英国电信前董事长迈克·雷克爵士 他们目前都在华为英国子公司的董事会 担任非执行董事 还包括前政府首席信息官约翰·萨夫克 他是华为的全球安全负责人 英国自由民主党上议院议员 政府数字经济部门发言人 前华为顾问克莱门德·琼斯·勋爵 与前联络委员会主席沙拉·乌拉斯顿 也在这份名单之列 报告中指控他们被中共暗中拉拢收买 报告说 华为是中共的战略资产 中共把英国的政治人物 学者和其他精英人物作为目标 拉拢他们支持华为 报告还说 中共对英国的精英渗透 起源于戴维·卡梅伦时代 卡梅伦的财政部长乔治·奥斯本 曾鼓励中共对英国投资 并竭力减少英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任何批评 英国情报部门担心 英国设立的监控华为小组 无法阻止中共的监视 一些证据表明 中共在暗网上协调了两年多 中共黑客提供了60万英镑招募枪手 企图破坏监控华为小组的活动 报告披露 中共的主要目标 是在英国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中 占有一席之地 包括电力以及华为的电信 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传统上 它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管在欧洲 还是在世界经济上来讲 也是在世界前列的 所以呢 对英国进行渗斗 能够控制英国 对中国来讲 是懵命以求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通过英国去影响美国 脱美国的后腿 或者是能够改变世界格局 所以它对英国的渗透呢 是对美国对西方进行对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目前 由至少60名英国保守党议员组成的强大联盟表示 坚决不能让华为进入英国 最近中共又通过它的香港国安法 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信息 就是它的法居然可以管辖到全世界 居然正在向世界宣战 中共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还向英国提出了威胁 它的说法是 如果敌视中国 就要承担严重后果 它这样的表达方式 连纳粹和恐怖分子可能都自贪不如 严格说起来 这样的威胁 已经远远超过英国情报部门所提的几个间谍的问题 星期日《泰晤士报》7月5号报道称 英国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长们 将在未来两周内批准一项政策调整 禁止在今年年底之前购买任何新的华为设备 这将帮助英国在2026年或2027年之前 将华为从5G网络的现有部分中移除 英国议会内的中国研究小组 也一直在推动英国抛弃华为 该小组的负责人 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表示 非常欢迎政府改变主意 7月2号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他要在华为的决定上谨慎行事 因为政府不希望重要的基础 受制于潜在敌对国家的供应商 好 下面是今天赵培为我们带来的微视频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2020年6月18号 中共的副总理刘鹤承认 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说要准备启动经济内循环 形成以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到了7月3号 中林部前副部长周立的文章 被党媒刊登出来了 主要内容是说 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 说白了也是承认中共经济出现问题了 那么解决的办法是准备和美元脱钩 自理航金也是要搞内循环的意思 因此很多人对中共未来经济政策的解读是 闭关锁国 这就高看共产党了 闭关锁国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历来中国作为中央王朝 经济当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清朝秦隆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GDP是51% 咱们中国有资本不和世界交流 我们自己就能活下去 那么现在中共能闭关锁国吗 不能 准确点说是第二次输出革命失败被全世界抛弃了 中共第一次输出革命大家都知道吧 它干了些什么事啊 包括支持这个马来亚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恐怖活动 还支持了那个杀人恶魔红色高明 那么当时共产党出口东南亚那个亲笔上 都刻上革命口号 这种革命输出直接导致东南亚停止和大陆的这个经贸往来 那么第一波的暴力输出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也就干不下去了 到了1980年 中共停止革命输出 并且切断了对外国共产党的援助 失去了中共支持的马共也干不下去了 所以放下武器宣布解散 那么在此之后呢 邓小平搞的是韬光养晦政策改革开放 这条路啊 如果走到底 那就是中共自动解散 这当然是中国最幸运的事 但是可惜没发生 这个时候江泽民在六四后取代赵紫阳 中共的这种下台之路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正改停止嘛 中共谎称啊 自己要遵守国际秩序 加入WTO它积蓄力量 但是在政治上 它不肯放权下台 中共现在搞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还有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啊 可以说是它第二次输出革命 整个形势的逆转 发生在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西方自由社会再也不相信 中共会遵守国际秩序 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意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你中共闭关锁国 而是西方社会开始抛弃你共产党 外循环没有了 中共是被迫要搞内循环的 他自己还把内循环 美其名曰说成是扩大内需 大家想可能吗 李克强说过 大陆6亿人平均每月收入 也就1000元人民币左右 中国人缺钱啊 我们的资产和劳动都被中共给共产走了 那么中共搞内循环的首要任务就是印钱 如果说过去中共发行人民币是大水漫贯的话 那未来就是发洪水发海啸了 有人说这会导致货币贬值 共产党也想到了 所以它要进水坝堵住资金外流 哎这内外通道断了 是不是就内循环了呢 那么这几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陆的股市房市还在上涨 也是这个原因 共产党吹高房价股价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央行发的洪水 那么如果老百姓把这些房价股价都套现 离开中国共产党就难办了 所以中共尽力了金融三峡堵住人民币外流 这个政策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是减少海外投资 第二点是减少海外消费 那么可以看到的是百姓出国旅游留学 都会被共产党百般刁难 甚至共产党欺聘中国人 外国都是大老虎不安全 第三点就是阻止外企资金和利润流出大陆 这点西方要走做准备 因为这涉及到这些跨国公司 在中国的这些资产 在会计学上能不能被算作资产问题 因为你钱汇不出来利润就等于零 可以说这些资产是完全损失了 那么中共的这个金融三峡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呢 稳定人民币汇率 那么到了未来某一天它稳定不住 大坝崩塌之日 就是中共下台之时 到时候人民币也会一泄清理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好 谢谢赵培 大陆一位化名小梁的民众说 在国内媒体的洗脑之下 他真的以为香港的暴乱 是所谓的港独分子引起的 但在翻墙了解真相之后 他决定退出中共 下面是他的声明的节选 小梁在退党声明中说呢 自中共病毒发生之后开始接触真相 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大纪元 之后还从推荐视频中 关注了江峰 文昭 张天亮 等传播事实良心的YouTuber 从中了解了很多的真相 在国内媒体的大肆洗脑下 我真的以为香港暴乱 是所谓港独引起的 直到了解真相之后 他们为了追求自由民主 义无反顾的和平抗议 真的让我很感动 我从心底佩服他们 最近拍的关于法轮功的两部电影 我都有看 看得我很难受 几度哽咽 很感谢法轮功学员 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传播真相和事实 把我从洗脑的泥潭里拉出 不再做党官的韭菜 几个月来 从被洗脑的无神论 渐渐变成开始相信造物主的存在 现在我相信天助自助者 做了坏事一定会有报应 希望港人加油 天灭中共早点到来 好 非常感谢 收看今天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